Goldova这个城市有两个世界遗产 而且其中的一个世界遗产是 一整个旧城区 这个是什么? 大便的地方 大便的地方吗? 这就是大便的地方 这就是世界的水 不是不便 是他说 不便的地方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这次要观光的城市 我们在哪里? 新竹 不是 我刚刚坐巴士 我们不会到新竹 这里是Gordova 我这里有家人 他们请客我们来 这一次的旅行 基本上就是他的堂地 带着我们 在这个城市 闲旷 我们会住在他们家 基本上 好 好 拜拜 这是我们的酒店 是吗? 是的 这是最高的地方吗? 这是最高的地方 因为是你生日快乐 所以我说 好,我们来这里 好,你比较好 它只有四个星期 对 没有,四个星期我没接受 那我们去我的家人 哈哈哈 在Gordova 最大的马路 有个长行公园 把马路一分为二 这里也是居民 最喜欢来散步的地方之一 我会有个视频 最高的地方 阻职 好、就说 我会在订阅 我开始 的 我开始 你可以 发现 我开始 要买东西吗? 很多宣伴可以买回家 但是都应该很贵 这有点酒奋老街的感觉 全部都是老房子跟纪念品店 你看8.5 真的花是很漂亮的 8.5 那猴子是穿着衣服的 那猴子是穿着衣服的 对 这里的热门伴手里 除了有知名地标的磁铁外 还有这些色彩鲜艳的花砖装饰 跟手绘彩盘和折散 Goldova这个城市有两个世界遗产 而且其中的一个世界遗产是 一整个旧城区 里面有三四个津店可以走 所以如果你就安排两天一夜 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够玩 所以我非常推荐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这里这个地方是桥门 很可惜的它现在在修复 所以它被围起来 它对面就是罗马桥 这里晚上的时候会开灯 白天晚上都蛮值得来看一下的 这个是一个河水的人的店 在西班牙我们用我们的腿把河水给你们看一下 好所以我们先用我们的脚 嗯 操这个东西 你不要讲脏话哦 操这个东西好不好 好 操这个东西 然后有水 然后我们下去用我的嘴巴开水 你看 然后下去 Dave you learned the lesson 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三个旗子 那边是一个餐厅 晚上的时候很多人会喝醉 好像有一些人会从这方面不小心掉下来 之前好像就有在这里压老人过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不要从这边经过 上去吃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 rabo de toro toro is bull rabo is tail rabo is tail 这个是牛的尾巴 对 嗯 切切切切的牛的尾巴 嗯 羊起司火腿沙拉 嗯 这个是gogetas 这个叫flamenkin and it's filled with a lot of stuff after frying it they cut it 他虽然看起来像是麻花卷 但他其实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非常好分食 豆牛的尾巴 my uncle is bullfighter 真的吗 yes wow 可以看到牛的尾巴骨头的形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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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早上要去godova的另一个世界遺产 因为位置比较远所以需要开车前往 这边是停车场 我们等一下要坐那个巴士去景点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博物馆 所以要先去博物馆了解一下那个地方再去会比较好 我们现在到了godova的第二个世界遺产 我们现在到了godova的第二个世界遺产 所以我们等下看他保存的怎么样 这就是给鱼饭喝的 go drink it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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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十世纪的时候建造的 1009到1010年的时候 因为发生内战所以整个被摧毁 是到近期才被发现 2018年的时候才被列为世界遺产 你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什么 大便的地方 大便的地方吗 对 但是他其实在一个走廊的中间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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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界遺产的水 不是不便 是他说 对 他说这里是厨房 就是这个 这很像窑烤披萨的窑 这个是披萨的窑 对啊 披萨的窑 这边也算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这里有 比较原始的一些装饰 这边是一个类似中庭 然后右边这边 它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浴场 就是他们洗澡的地方 这另外一个厕所 我相信那个洞 应该就是你要投地的方向 那蛮准的耶 不然那个洞其实蛮窄的 这个地方是以前 卡利法 卡利法就是他们的类似 国王 这里上面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露台 还在这边 跟这里下面的军队 就是鼓舞七世啊 呐喊什么的 现在进入的地方是上大教堂大厅 由于这个园区还在进行很多考古作业修复 所以不同的时段来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完成度 在Google页面上最漂亮的接待大厅 目前也因为在进行修复所以没有开放 接驳巴士在遗址处的上下车位置不一样 不要排错咯 我们回到Godeva市区继续我们的城市观光 接一个地标它叫做 坏死女人门楼 里面以前有一个类似公爵把她的老婆关在这里 因为她觉得她老婆偷吃 到最后那个女的死了 不确定是自杀还是被那个公爵杀死 但是她就死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门楼也叫坏死女人门楼 这个公园旁边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清真寺 是真的有在使用的哦 有时候会有人来这边祷告 这个他们好像叫灯火耶稣 晚上他会开灯 这几根罗马神柱是在盖旁边的那一栋市政厅的时候发现的 那应该是在这里 在挖的时候发现 然后他们就把它架在这个地方 好的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下集要带大家去来勾搭吧 必去的清真寺大焦糖 美食街吃好料 超浮夸的庭园节比赛 还有超重要历史故事发生地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